上文说到,段子宇在前往昆仑山找寻仇人报仇的时候 意外跌落进了昆仑山的昆仑洞天之内 在昆仑洞天之中,段子宇找到张无忌埋藏的九阳真经 段子宇通过修炼,最终炼成了九阳神功 武功达到了九阴九阳的最高境界 在炼成九阳神功后,段子宇凭着九阳神功的特殊属性加成 开始修炼大理段氏的六脉神剑 最终经过数月之久,段子宇将六脉神剑炼到了炉火纯青 融会贯通的境界,一出手便可以六脉启发 所发出的无形剑气可断金裂石 再加上灵波微步的绝世轻功 至此段子宇踏入了绝顶高手的行列 成为了后世口中的传奇人物 段子宇在重返中原后,先是找到了姚广孝 与他进行了切磋 姚广孝虽然身法诡异迅速 但是压根就不是段子宇六脉神剑的对手 数十招过后就败在了段子宇的手上 姚广孝惊讶万分 他没有想到六脉神剑威力竟然如此之强 不愧为天下第一的剑法 于是二人再次前往中南山古墓中寻找张无忌 此时的张无忌已与黄山女成亲许久 黄山女杨瑶青如今已经是有孕在身 张无忌本想着自从上次打退段子宇之后 这辈子他就可以安心地与阳瑶青一起 在古墓中生儿育女了 可他还是想错了 此刻段子宇练成了九阴九阳 又练成了天下第一的剑法六脉神剑 武功已达天下无敌的境界 此次自己与段子宇一战 必定是九死一生了 于是张无忌与段子宇约定一个月后 在中南山之上进行比试 张无忌为了能够打败段子宇 苦心研究神雕大侠杨过留下来的九阴真经 就这样张无忌在古墓中 经过黄山女的指点也开始修炼九阴真经 不知道张无忌能否炼成九阴真经 达到九阴九阳的境界呢 预知后事如何 请看下期视频讲解 谢谢